已经结束了的世界杯,给中国男族带来的是白斩鸡的调侃,最近,国内身价最高,是上第一个会费,1.5亿身价,江湖人称躲秋哥的张成栋发文解释,我们一周三次血练,上午10点开始血练,11点白吃饭, 下午2点开始血练,他还晒出腹肌,证明自己牙根就不白,世界杯期间,张成栋曾经博弑了脱口秀孝心黄西解散国足的言论,称有些人不看足球,一有国足新闻就会落井下石,发现各种情绪,总会拿出各种名义来攻击努力的人们,世界杯期间,沃谷台湾省媒体在电视上抛轰中国男足球员, 说他们高兴低嘛,身材走样,身材就像一只白斩鸡,并且拿出了网友一拨,告练,冯小婷作为反面教材,对此,张成栋也进行了引力的博士, 每周三次训练,从早上十点开始,健身帮你身体的激活训练,自行车,简单的核心训练,换膝关节的力量训练,十点半,场地的有求训练和对抗训练, 闷热的天气下,每个人的衣服都被汗水浸透,穿着无袖训练服的我们,只需一个上午,身体就能分出两个颜色来,所以白斩鸡的白,我不赞同,说到很有道理啊,晒出腹肌的张成栋, 看上去,确实如同抹了一层薄薄的酱油,确实不能再成为白斩鸡了呀,对此,球迷们也是热意纷纷,吵架没输过,踢球没赢过,永远挺你,厉害的国族,把斩鸡变成酱油鸡了啊,男族的形象在我心里就是娱乐团队,专门搞笑的,给我一年一千万,我每天到锅奴房去训练,呵呵,只有不怎么吃苦的人才, 炫耀自己的吃苦经历